哇,我哥的秘书这么漂亮 呃,你好 要去放门口就行 不是,我是来面试的 面试?去找人事啊 我不知道人事在哪 你能不能带我去找一下 找不到就回去吧 不是,是我哥让你带我去找的 你哥 现在就是你爸来,你得自己找啊 不是,你怎么 我刚才堵车了 行吧,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严弟弟,我秘书,小妍,警号,这是我弟 啊,余总,这是你弟啊 废话,不然是你弟啊 这样子啊,我还有个会要开 你在公司给他安排个职务,好不好 嗯,好,我先过去 啊,你就忙吧,你就忙吧,忙你了 啊,忙你了,忙你了,忙你了 帮我来吧 你到下班 严秘书,我觉得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了 那个,不好意思啊,占用你下班时间了 那个,哎,我待会请你吃饭看个电影吧 不用了 我 对了,你是不是说我哥一下班就给你找事 我觉得这是他的问题,我得帮你说说他 这不把劳动法当摆设吗,这不行 你觉得我会不会这张 嗯,现在就是你爸,你得自己找啊 不用谢我 哎,我就帮你说说他 LATEL 嗯,正跟女总讲了呀 怎么,你敢做不敢当啊 没有啊 干嘛 今晚时间怎么样 LATEL LATEL 张管 我 你做晚时间跟我秘书干嘛去啦 哥,我们我跟他就是那 哦 你们 哎,哥,我 是不是背着我偷偷的规划公司的未来 啊 不愧是我弟啊 这样子我就能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了 啊,什么 哎呀,我有个分公司要开,这边我没时间管了 你过来打理啊 不是,哥,我这才刚来,我啥也不会啊 我 这不还有严厉的吗 以后他又是你们的 他,我 哎,行了,我就不跟你废话了,我要过去了啊 不是,哎 哎,对了,你们年轻人啊,要多注意身体,不要干太晚 啊,我 哎呀,真不错啊 哎,学习资料,什么呢 哎,你进来能不能敲个门 这是上个月的商务记录表 这是这个月的考读清单 这是这个月的商务规划 来,看一下 可是我,我看不懂的插盘 嗯 还行,还行 嗯? 我 我 我,你,我 哎呀,真是 你最近火气很大嘛 脸上都长到我 我,你,我 靠,怎么我热血沸腾呢 从实习生突然变成老板后,还拥有了个美女秘书 但我发现她最近对我的态度不一般 颜秘书 那,那,那你下班跟我一起回家吧 就这么大,你看看多少钱合适吧 好吧,我跟你提个建议啊 我觉得你这个家吧,缺个女人 你懂我意思吧 我,我当然明白 就是,所以找你来了嘛 那我以后每周都来呗 诶,那感情好啊 现在你看保姆这么难找 特别是建议你这种长期来的 那不更难找了 那你,你以后每周都来啊 我就知道你没明白我意思 啊,你,你不是这意思啊 算了,那我看从哪开始打扫吧 嘿 不是,颜秘书 咱就是说你这是来我家参观了 还是来我家打扫卫生啊 哎呀,我这不是刚下班嘛 现在休息休息 你想休息你还磨蹭 你早点打扫完下班回家休息 不是更好吗 好吧,那一般从哪先开始搞卫生啊 我一般是从卧室开始 然后搞到厨房结束 诶,在那儿啊 我觉得这样有点奇怪 怎么奇怪啊 就是,你穿的这身衣服打扫卫生也太奇怪了 就,我现在明明是下班时间 我不是那种压榨员工的老板 你,你,你下班了还是换套衣服吧 嗯,换什么衣服啊 随便啊,就是那种看起来适合做家务的就行了 适合做家务的 你看这身行不 啊 哎,严秘书,那个待会帮我订个五星酒店呗 你要干嘛 哎,我晚上想紧朋友吃个饭 然后我没去过五星,我想体验一下 那你还是自己花钱吧 不是,为什么 你怎么交代了,找你用公司的钱 什么 诶,浩总,那个有个文件你签下呗 哦,哎,好,我 我来签吧 不是,我不才是老板嘛 别这么说了,公司是你交由我来的 不是,那我干嘛的 嗯,机箱物 你这是想谋权篡位 你给我等着啊 找我干嘛 不是,哥 你在哪呢 我啊,台湾啊 你怎么跑那么远啊 远吗 不就是中国的一个省吗 什么事啊 哎,不是,哥 为什么你不是说给我打理了吗 我怎么没实权啊 是啊,是啊,你打理吧 你每天就打扎卡嘛 请你去给公司卫生 就不就打理了 去打扎卡,你挺严厉的就行了 你也懂得批 就这样啊 我,我,我 哎,我,嘿 那我不称当代补仪了我 哎,严秘主,那个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怎么了 那个,就是,我的房租要到期了 然后我现在手上没有钱序了 你看在我是老板的份上 能不能给我预置一个月工资啊 老板是没有工资的 不是,那我怎么办啊 我不上这个班行了吧 哎,哎,等一下 我可以想想办法呗 你能有什么办法啊 嗯 我,不是,你就这么薄 你这半个月房租都顶不上啊 你打开看看我就知道了 你,这什么 这什么 我家钥匙 哎,什么 严秘主,你给我你家钥匙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说你没地方住吗 就要你先站住几天啊 不行,还给你 好歹我是公司的老板 住秘书家 传出去的算怎么回事 没有识圈我总得有点尊严吧 那你要是被房东感逐准推大街咯 我,我 我只住几天啊 严秘主,你家不错啊 怎么你来我家住一家表示都没有啊 哎,我这个经济状况你也明白的啊 就是,你又说老板没有工资 那我怎么给你表示啊,哎,先欠着吧 我可以说你其他的事情表示表示啊 呃,哎,严秘主,你你你你什么什么事啊 你说了我再考虑考虑 等等 简浩,你虽然穷,但你是个有尊严的人 不能什么事都干,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什么意思 我最近挺忙的,没先洗衣服 你帮我洗了吧 洗衣服,这是大男人该干的事吗 而且我还是你上司 我给你刷公司啊 嗯,发多少 哎,你就拿这个考验干不啊 哎,怎么还越来越少,你你你CPU啊 够了够了,不能再上 哎,没想到洗衣服这么累,出一身汗 你干嘛呢 我擦个汗啊 这不刚给你洗完衣服吗,你带我别来账啊 你用这个毛巾啊 用你个毛巾擦个汗怎么了 哎,不过该说不说,你用什么沐浴液,还挺香的 这个是擦脚的 啊,哎呀 我去拿个新的 我 哎,严秘主,那个能不能借我五千块钱啊 借钱要哪 呃,我想给别人过个生日,还差一点 借钱可以啊,但是,你拿什么 哎,严秘主,我虽然穷,但是我这个人卖义不卖神 什么虽然啊 哎,都帮我做办公室加募吧 哎,这还差不多 哎,那个谁过生日啊,男的女的 哎,是个女的,你不认识 女的啊 啊,我不这样 哎,你都答应我了,怎么还能反悔呢 走了 哎,对了,能不能再借我一台车啊,我想去接她 借你车可以啊,但是你要我跟你一起去 不是,我给别人过生日,你跟我去算什么意思啊 你开我的车我不放心啊,万一出什么事呢 你要是不想借的话,随便你 那我,哎,那行吧,那你别后悔啊,你跟着去别后悔啊 你为什么后悔 嗯,雷胖 呃,眼眉手,那个能不能麻烦你坐后排 为什么 她吧,坐后排容易晕车 所以只能坐这个副驾驶 哎哟,浩总,看不出来啊 你这么体贴的 哎,是因为我了解她嘛 那个,那就委屈你一下呗 不是,你把座位调这么厚,我怎么做呀 主要是吧,她这个腿比较长 就跟你这个腿说了,你也不明白啊 哎,够够够够够 什么女人啊,这么有魅力 你对她这么好 哎,真是 哎,妈,我不跟你说了 待会我跟我秘书去接你啊,就这样 就这样 是你妈的过生日 啊,对啊,你说我不白悔的 不是 啊,对对,我想起来我一个会没有看 我先回公司了,你自己去啊 不是,哎,哎 哎,眼眉手,早 你大早的看什么呢 不是,哎,你管我看什么呢 比如说看美女,怎么,看我还不够啊 你 我今天不想看黑的 哎,都别看了,还有,上班时间不许玩手机 哎,我好歹是老板,你哪有秘书管老板的 但是有的老板,是秘书的,住秘书的 不看就不看 回来 不是 哎,回来 干嘛 你不喜欢黑色的话 喜欢绿色还是红色 嗯,钞票喜欢红的 股票喜欢绿的 嗯 哎呀,反正我又不炒股 亏的又不是我 我没问你股票 我问你喜欢什么颜色 嗯,那就绿色吧 嗯,好,我知道了 别命说,你不会是想做绿衣战神吧 你叫我来干嘛呀 你不是说你喜欢绿色吗 你这也不绿啊 我又没有说我要穿绿色衣服 害我白高兴一场 给,这是你喜欢绿色吗 加你名字 你,这也秘书 那个,呃,虽然我喜欢绿色 但是这不太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大不了以后你送我上下班呗 送你上下班倒是可以 但是这个算了吧 好吧 那我当初要是说红色的话 你怎么办啊 能 我,这,我,我,我还以为 你还以为什么 结婚账 严密说,你这么着急叫我来干嘛 我竟然去出差,你不如一起 你出差关我什么事啊 你是老板啊 现在想起来我是老板了 我都没有工资哪,我不去 那你今晚睡哪 我,我不是有你家钥匙吧 哦,对 我刚刚想起来 我家间刚换锁 你那把钥匙是之前的 打不开了 那,那我,那你新的钥匙呢 给我一把 那你是跟我去出差 还是出大街啊 我,我,那我是老板 你得给我住一个好一点的套间 好啊 呃 哇,严密说 这住的不错啊 但是为什么会有两个 那你就不用管 那行吧 那你赶紧带我去我的套间吧 好啊,跟我来 不是,你拿枕头干嘛呀 你的房间没有枕头 你睡不熟啊 没有枕头 No 不是,这也算套间 我先退步 你就将就一下吧 我,这,这是老板该住的地方嘛 那怎么办 那我 那,那,那不还有一个呢 哈哈哈哈 哎,严密说 那个,能不能再找你借点钱 你一个老板怎么总找秘书借钱啊 哎,上次是我妈生日 这次是因为我想去读个本科的文凭 本科 你要去本科干嘛 哎,你不懂 我现在毕竟是老板嘛 那本科肯定听起来比专科要有文化 这以前可以啊 上次是做家务 这次 你怎么办 哎,算了 不找你借了 我找别人去 哎,你等一下 哎,如果你真的不要着急的话 我给你个建议吧 可以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借 打开抖音 在我的界面下 进入钱包 点放心借 点击激活额度后 跟着要求进行申请 最高额度20万 你试试呗 你要是早点跟我说这个 我还找你借 哎,我帮了你 不感谢我 完全在这吵松我 嗯,那你要我怎么感谢你啊 我睡不着 你给我讲了睡相故事呗 啊 呃,呃,好,好吧 有一个男人叫小帅 今天是小帅第一次带女朋友小美回家 他们两个羞涩地坐在沙发上 头挨着头 突然 这个时候身后出现了一个怪物 然后他把他的那个魔爪就伸向了他们两个 我 能不能不要讲恐怖故事啊 换个频道 啊 换频道 换,换什么频道 杨秘书,你先上去吧 我跟你分开到公司 为什么 我怕公司同时误会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毕竟办公室恋情这种东西 还是低调点比较好对吧 谁跟你办公室恋情啊 真是 不是,哎,你刚才还说不怕呢 不是 不是,哎,不行,这 哎,哎,哎 老婆你怎么走这么快都不等我一下呢 你别多想啊,我只是帮你解个围 你闻什么呢 我起过早了 你今天 还贴我男生味呢吗 老公 不是,哎,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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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呃 严密手,那我就先走了啊 没什么事 你等一下 老婆关一下 我,不是,这大半天关什么门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嘛 你上面借我的五千块,什么时候还我 我,我又没工资,我想想别的办法 不是,哎 那怎么办嘛 我,呃,哦,我们,哈哈,我们 你找哪位 我是站在的上门回收员 哦,这个给你 就是上一次公司不是给我配新手机了嘛 然后我这个旧的寻思先卖掉,还你不分钱 你刚提我门到了嘛 现在的回收员都这么漂亮的啊 哎,哎,哎,你别多想啊,我也不知道 这个iPhone8T还能回收1,020元 你确认收款就可以到家 哦,行,我看一下 哎,到了,到了,到了 哎,那个我家,家里,家里还有一个旧品板,你能收吗 哦,可以啊,你送梦梦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了 哦,行行行,那那那那那你慢走先 我下次联系你 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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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累到 呢,先先那鸡花针 喝,长大了,知道讨好老板了 你可别多想啊 我只是感谢你上午帮我解围 我管你 哎,这个西瓜之甜啊 嗯,进口的西瓜很甜啊 哎,西瓜还分进口不进口 不对啊,公司不是没炸之急吗 你怎么做的 我 眼闭水眼闭水快,做我女朋友三分钟就好 什么三分钟 哎,我兄弟最近谈了个恋爱总跟我修恋爱 待会还说要跟我视频,这我不能忍啊 所以呢 所以你待会能不能演一下我女朋友 就三分钟 帮我反击一下 哎,男人嘛都有号称新的 哇,你可以啊 那下次我妈比我三千的时候 你可得还我这个人情啊 成交 累到 几号 我现在还有人单身 谁说我单身了 我有对象啊 来,宝贝,跟我兄弟打个招呼 看到没 那当然很好了 来,帮我徐徐腿 我腿疼死了 我 看呗 那必须的嘛 必须的 你问你问 你问你问 早安晚上中宵去啊 呃,那我得问一下我对象 你不是旁啊,走吧 这种还问吗 你懂什么 这叫尊重女性 你等着 行行行 你问你问 不是说话不能也不会是 我,就一点 行吧 诶,好兄弟 晚上走起 你不会这回又没人杀网了吧 我 我 诶,那是我的卡 拿去随便刷 搞得什么个好对象一样 握紧啊 叫后门啊 哦,没有 你是装该死的 不过咋这么不信呢 他还是不太 还不信是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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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那那个啥我先挂了 我先挂了 行行行 浩哥,这样可以了吗 诶 诶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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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我兄弟要来家里 能不能继续假装一下我女朋友 又来 你又想占我便宜 诶,上次你就帮我一次了 这次就好人做到底呗 那你想要怎么帮你 呃,待会在我兄弟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没有太过分的要求 行吧 看来你是我老板的份上 下午回应 诶,请浩,你家可以吗 诶,那个我兄弟来了 那个倒杯水 倒杯水 诶,这家庭地位 可以 诶,先坐,先坐,一般般 来,喝水 来,兄弟喝水 谢谢 诶,不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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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什么意思啊,请浩 老板面秀完爱是吧 不是,不是,我 你是真该死啊 不是,不是,兄弟 我没有秀完爱 我跟他是 他打游戏 对,打游戏 他躺你腿上玩 加buff啊 今天加成是吧 60版本的 横板格斗手游啊 60版本 像谁还玩那话这些东西 诶,你懂什么 这叫经典好吧 就是这个周董代言的荣耀全明星 人家可是为了咱们的情怀和游戏体验 在保留了60版本玩法的尖地下 专门进行了美术升级 千人团队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就是为了给咱们带来更帅更炸的游戏体验 重返快乐阿拉德 那直接平常做的怎么样 不会还是便利下水道吧 哎呀,能让你玩那种吗 这里从红眼到大枪 主C到奶妈 应有尽有 只要你玩个个都超级线 团本那里都有你位置 那你等我超级等级 专门在哪一块玩啊 费那时间干什么啊 上线现在输入礼包码RY2022 不光有经验术帮你轻松升60 史诗装备盒子 团本门票这些都直接给你 你再输入个RY999 毕业57和13香花卷都有了 然后咱们俩组队带个老板打金团 除了能拿老板那个门票 通关翻牌运气再差都是史诗 有了这些 你只管重回快乐就完事了 早说 来来来上号上号 来来上号上号 这 他什么时候做好 他说我这边几个小时 我也不知道 我问问 哎 兄弟 我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什么意思 挺好 咱们之前打游戏的都中宵的 今晚肯定得住这里 我 我 我 不是我不想留你 是吧 我家的就只有两个房间 它不太方便 两个房间不是正好吗 你俩不是个情侣吗 呃 我 我 呃 3 2 1 呃 严秘说到点了 我下班了 怎么你跟老板下班这么积极啊 你没听说过嘛 下班不积极态度有问题 我走了明天见 哎 一总你怎么来了 我那个刚好下班路过就想来看看 送这个给你电话给你一下 我我 一总是有什么新的商务要一起合作呢 哦 没有 就是想问浩总下班后 我们能够一起吃个日料啊 啊 日料 那个太贵了 人均都要2000呢 再贵 不也就是一顿饭呢 浩总 你手机坏了 我这不是好着呢吗 哎 不是 喂 喂 你干嘛 哦 坏了就要翻新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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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贵重了 我不能守 再贵 不就是一个手机吗 哦 浩总 走 我们去吃日料 他不喜欢吃日料 不是 我什么时候说我不喜欢吃日料 上次说的 哪次啊 那次 你要夸我睡眼色好看 什么玩意啊 浩总 我以为你是正经老板 怎么啊 呃 易总 你听我解释 那个 他跟你开玩笑呢 我可没开玩笑 你个闭嘴 我想问浩总可能记性不下去了 后会有期吧 哎 不是 我 等你 呐 合作没了 合作没了可以再找 我总不能两空 什么两空 没什么 那你 那你把手机赔给我 你不是不要吗 我后悔了不行啊 天 男人 那我总不能亏吧 嘿嘿 哎 严密说 那个我今晚不回去住了 你要干嘛 有人约我今晚一起通宵看球 哎 你们男人就是无聊 男人 我我我跟女生看球啊 女生 女生约你通宵看球 呃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那我要跟你一起去 不是 哎 我们球迷看球 关你什么事儿 你跟着干嘛 谁说我不是球迷了 我也很喜欢看球的 就严严密说 那我看看你 你给我说出来几个有名的球星 嗯 扎姆斯 杜兰特 嗯 姚明 我 你个假球迷你还是别跟我去了 到时候影响我看球 不行 我就要一起去 那 那你给我一个心服口服 我带上你的理由 嗯 啊 我是你的秘书 我有义务 24小时照顾你的生活起居 这样走就行了吧 这我还真不好拒绝 哎 行吧 那走吧走吧 走 哎 不对 我们俩就去通宵看球了 明天加点大草厨师来做 这还不简单吗 我告诉你 找家政上五八同城 服务超多 叫个保家一上门就行了 咱们都通宵了 哪有心理收拾啊 五八同城选择超多 你看 简绝了不就不耽误看球了 还得是浩总啊 这有办法 行了行了 赶紧走吧 Lay Dale 我 她是谁啊 不是说好一个人过来吗 我 哦 她是我的秘书 她说她也是球迷 然后她非要跟过来 我寻思这部球赛人多 我看热闹一点嘛 好吧好吧 哎 这第一场快开始了 先坐吧 先坐 先坐 行 我 哎 这个超好吃 啊 是吗 哎 确实不错 哈哈 来 爸 哎 哎 哎 你这 什么啊 她的好吃 还是我的好吃 啊 咋的了这是 坐着好累啊 我躺会 躺呗你 咋的了 严明秘书 你们现在当着我的面 这么明目张胆 不是 我 我 我们咋了 哎 哎 你干嘛 你 你不喜欢躺啊 咱 躺我腿上 哥 你的秘书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不是 严明秘书你干嘛 你别吓着人家 啊 对啊 这我表妹啊 就从小一起长大的 表妹啊 咋 啊 那没事 那个 哦 对 突然想起来我家 美金没有关 啊 不是 不是 你这是 吃错药了吗这是 哎 严明秘书 咋啊 拜拜 啊 严明秘书 我 我觉得我们俩可能有些步骤不能省略 我还是想要个自己的孩子 你说什么呢 这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 你带一下吧 那你交吧 干嘛 你以为是终身为父吧 你 你先 你先出去吧 不是 我怎么可能带实习生 我是老板呢 你要是不带我就给别人带了 别人 男的女的 这你就管不着了 那 那我看你面子上 我帮你带啊 我看你婚姻上下 就嘴硬了 谁说的 我嘴可软了 你要不请一下试试 我走 我走 我跟你说啊 到了一家新公司一定要去测网速 这个网速不好的公司趁早溜 太影响摸鱼体验了 你看咱们公司网速还不错 可是为什么你是老板需要亲自带员工吗 呃 因为我跟其他老板不一样 我也是从基层过来的 所以我这个比较亲民嘛 那我也要像你一样成功 然后赚钱开新的平革手机 哦 你说这个啊 这个是我左下角链接领的苹果14 Pro Max 你要想要我再给你领一个 这么好的吗 苹果14不用抢的吗 不用啊 左下角链接周年清典 国行证明苹果14 Pro Max免费领 选择官方就近发货 24个小时就能到你手上 这么好的吧 那我也能领吧 我也想要 可以啊 我教你 你点我左下角链接里的立即下载 然后实名注册之后 就能轻轻松松领苹果14了 哇 师傅你好厉害啊 啊 师傅 你教我那么多就是我师傅啦 刚才不还是爸爸呢 哈哈哈哈 咋了你 新鞋第一次买 有点打脚 哦哦哦 那我给你买个别的 你多大码 不用了 磨了就好了 哦 哎呦 哎呦 呃 我 没事吧师傅 哦 没事 干嘛 颜密手 你多大码的脚 39 你干嘛 我想买双鞋 真客气 什么鬼 差不多 好了 你试试这双鞋 摸不摸脚 谢谢师傅 你怎么知道我多大码的 呃 告诉你个冷知识 脸跟脚一样长 你看 那个颜密手那边 39码的脸 行了 那个我 你先忙 我过去看一下 颜密手 你这39码的脸怎么这副表情 你问我多大的脚 你给别人买鞋 你是吃醋了吗 出去 别耽误我工作 那我装鞋你不要了 谁稀哈 白买了 情侣款 哎 你等一下 给我吧 给我吧 刚好 我装鞋也让我装 颜密手就300 很合理啊 市场就这个价 哪里合理了 我上了一个月吧 合着我一天10块钱 你天天迟到早退 肯定要扣你钱的 哎 对了 不是 哎 我 年轻50呢 找你呢 我都 我 算了 再说下去我连250都不是 我 这都没钱加油了 哎 小时医生 那个 你是不是坐地铁回去啊 对啊 怎么了 你等我一下 我跟你一起走 你不是开车吗 我今天低带环保 不开了 嗯 你看啥呢 加油师傅 不是 这都下班了 你跟我什么加油打气了还 我说你的车加油 哦 嗯 改天吧 那这样吧 我给你加油 你送回家 啊 不是 我好歹是你领导 这钱让你花不合适吧 也没关系啊 一日为市 中生为富马 哎 大不了 我们天天送你车咯 这 哎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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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把座位调那么厚干嘛 是你腿太短了吧 严秘书 我腿短 是别的女人腿太长了吧 这谁的头发 这 这怎么可能是我的 这唐头发你的车啊 这是你脱发了吧 严秘书 你说吧 在哪里 我哪 我 哦 昨天那个小实义生说要给我加一箱油 然后我就载了他一程 他为啥帮你加油啊 哎 这是你的车 颜秘书 加也是给你加的呀 你说我 转过去了 转过去了 我 我 你给我赚钱 我卖一不卖身的 我的车我可以自己加油 多的 就当你的生活费吧 我 我 走啊 愣着干嘛 我 没见过这么多钱 那个我想想该怎么花 不是 我 我 你要是没什么事就没回来 不是 你着什么急啊 不是就你妈来了而已 我又没干什么亏心事 真是 什么亏心事啊莉莉 这谁啊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我要晚点来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她谁啊 我 我 哦 阿姨我是她男朋友 不是姑娘啊 莉莉你怎么交男朋友 也不跟妈说一声啊 那妈又没来 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了 这样子 你 你不是还有事要走吗 哦 阿姨 我还有点事要去趟公司 我先走了 你今天做过了呢 有什么事啊 我 我 阿姨做好朋友来一趟的 你还不得陪陪我啊 啊 吃个饭再走 哎 哎 谁让你说你说我男朋友 你刚才那眼神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要你赶紧走 那怎么 那我赶紧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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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眼下去啊 我 你们俩坐那么远干嘛 啊 我 哎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的 呃 我阿姨我是开了一家公司 哎呦 这么年轻就当老板了 气有为啊 哦 请莉莉做秘书吧 反正莉莉也是做这行的 那给别人做工夫给自己做啊 哎莉莉给老板去洗个水果去 我 我 我 不得了 哦 哈哈 啊阿姨 你看 我们莉莉这身段 将来啊 你一定生个大胖小子 啊 哈哈 我这得装到什么时候啊 快请我 妈 要不我这会送你去吃饭吧 送我们送 我今天就在这坐了 啊 我 我 时间不早了 那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好好好 不是 这才八点啊 哎呀八点啥呀 早睡早起吗 哎不是我 哎 喂阿姨 啊 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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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得 这都十二点了 阿姨应该睡着了吧 我看看去 我这晚睡沙发 呃 阿姨你还没睡啊 晚安 睡觉吧